11月27日 对于00后的孙颖莎来说是繁忙的一天 在这个比赛日 孙颖莎需要一日三赛 这对于莎莎的体能也是充满了挑战 在这个比赛日中 孙颖莎也让人看到了为什么她是国拼 最被看好的小花 在女双舞台上 孙颖莎和王曼玉3比1击败德国组合 索尔嘉和善小娜 随后 孙颖莎又马不停蹄地出现在混双的舞台上 同样是3比1 她和王曼玉的组合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 可当女双和混双的搭档开始放松的时候 孙颖莎再一次来到了重头戏女单的赛场 在女单的比赛中 孙颖莎对阵世界排名16的波多利格选手迪亚兹 凭借着超强的爆发力 孙颖莎以11比4和两个11比8取得了3比0的开局 可是随后迪亚兹发起猛攻 连续两局11比9 将大比分追成了2比3 此时的孙颖莎在压力之下再一次爆发 最终11比4击败了迪亚兹 以4比2晋级 三个赛场上都取得胜利 从概率上来说 孙颖莎成为了唯一一个有机会获得 世平赛三棍王的存在 可是在胜利中 孙颖莎也暴露出了让人担心的隐患 那就是体力 虽然年轻 但是一天三赛 孙颖莎在对阵迪亚兹的时候 一度出现了体力不足的情况 这也是迪亚兹能够连追两局的主要原因 而且因为体力的原因 如今的孙颖莎在场上更想要追求速胜节省体力 这也让孙颖莎在场上打得更加的急躁 进攻端缺乏变化的短板再一次出现 所幸的是在八进四对阵徐校园的比赛中 孙颖莎的体能看起来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三个项目都有夺冠几率 就是孙颖莎现在的优势 但也是她的劣势 特别是随着比赛的深入 对手水平的提升 孙颖莎的体力危机也会提前来到 从目前来看 孙颖莎和王楚清的组合有机会拿到混双冠军 她和王曼玉的组合也有机会冲击金牌 这两个项目也将大大的分散孙颖莎的经历 这也有可能让孙颖莎在最重要的单人项目出现 顾此失彼的情况 孙颖莎目前的情况或许也将让陈梦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为什么呢 女单方面 王曼玉和陈信彤将争夺最后一张四强门票 两者无论谁胜谁负 陈梦都可以以一代劳 胜算更多 而下半区 孙颖莎和王亦迪志战 莎莎胜出的可能性更大 不过杀入决赛的莎莎很有可能因为体力分配的 原因再一次输给陈梦 就目前的情况 陈梦大有坐受渔翁之力的感觉 或许27岁的陈梦将被保送大满贯 目揄可 какой这边 目揄可怜